标普500指数上周创新高兼突破4200点心理关口,但似乎无以为计,周三标指收4167点,未能修复耶伦家释言论后的失地,纳指表现教导指和标指信息,无他,纵使鲍威尔不断派定深远说通胀指示暂时,transitory, 但北美洲的物价上涨颇急,汽油价格比去年升超过一倍,而各国重启经济势头持续,虽然主流传媒不断播放印度疫情的恐怖片段,但欧洲已经准备迎接以接种疫苗的旅客,居住在荷兰的医生朋友也告诉黄拔当地的宵禁已经解除,朋友兴奋地计划着暑期到德国和奥地利之旅。 欧美人民枕锅代弹四处游走,导致纽约旗游突破66美元,木材价格比当年的平均价升了两倍。 肉类价格也大升,政府不断派钱令失业人士不急于找工作,使工资进一步上升,经历三四月的调整,再膨胀股份再度情强, 跟进本栏过去推介的再膨胀系列股份,新扣,苏,业绩理想,又再挑战23美元。 过去几周有sell weekly put或cover call的朋友,配合rollover策略,应有不续回报,虽然苏升得慢, 但如果升得太急,货币太早call走,未必发算,有矿ETF UROR突破3-4月份相顶21元的心理关口。 如果站稳,有望进一步大升,UROR走势颇急,又没有weekly option,不建议sell covered call, Home Depot HD,持续创新高,建筑相关产品极度短缺,北美民众持续抢购户外用品, 极度利好HD,建议投资者继续放在一旁,望得多手行沽调辞货,反而不妙, 至于科技股,Spotify,Spot,业绩后大跌,则不是只有238美元,分析指售苹果,AAPL, 和亚马逊,AMZN,的串流音乐服务威胁,但黄拔说过,Spot独孤一尾做串流音乐, 没有退路,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决心,拼死还击,但对于AAPL和AMZN来说, 串流音乐只是一个部门,打起上来,决心传逸,Netflix,NFLX,和Dominos,Pizza,DPZ, 转注本业二军突起,股价在过去10年分别升了17倍和25倍, 专注串流音乐的Spot,不妨趁这次调整级纳。